欢迎收看本期周朱妹说电影 我是热情自信美丽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数学天才 在赌场上挥金如土的故事 小白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学生 他学习成绩优异轻松地考上了哈佛的医学院 但是困难就接踵而至了 他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哈佛那高昂的30万学费 所以他去申请了奖学金 可哈佛的奖学金只想给耀眼的 也就是拥有奇特经历的人 他只是一个小白 小白只得等待 在上数学课的时候 教授被小白回答问题的逻辑所折服 教授若有所思 到了晚上 小白被同学带到了一间教室 见到了教授和结尾同学 其中还有他的一中人金发妹 教授他们健身地向他介绍了分离世界的21点游戏 而他们是专门研究21点算法 并用他来赢钱的团队 并期待小白的加入 虽然小白拒绝了教授 却禁不住金发妹的邀请发音加入 开始了几中的训练 也在拉斯维加斯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回来后 他的钱藏在了天花板上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强到甜度的他 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迷恋上了金钱社会 赌场也是流连忘返 可是好景不长 赌场大哥也盯上他 和他同在一个小组的小哥 也因为嫉妒 而在赌注上捣乱 被教授开除 小白因为和学校好 既有的激情决裂 在赌桌上一心而用 输掉了钱 这时一直钟爱小白的教授 也变脸了 斥责小白输了钱 小白也不吃醋 他打算自己组建团队 挖成员们过来 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 没想到 暗黑教授 把他们举报给了赌场 他们暴露了 小白遭到了赌场老大的毒打 回去之后 他藏在天花板里的钱 也不翼而飞 他走投无路 只好回去找教授 和教授重新出山 没想到赢得正嗨的时候 赌场大哥又来了 心急之下 小白把筹码转移到了教授手里 在那教授暗自庆幸的时候 才发现他被耍了 也被赌场老大抓了个正着 而真正的筹码 终究没能落在小白的手里 故事最后 小白又来到了哈佛面试官这里 骄傲地讲完他的精密 反问面试官 这下我要演了吗 如果你是小白 你会用你的聪明才具来干嘛呢 看完记得点关注 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哟